來…舒鴻 舒鴻 劉媽媽你好 其實我們家從小就是開餐廳的 然後我從董事以來 我媽媽懷我哥哥還懷我的時候 都沒有休息 都一直在家裡面餐廳忙 但是我董事以來的時候 我看到我媽媽的腿 我非常心疼她 因為她靜脈曲張超嚴重的 所以只要她有去吃飯 還是跟朋友還是上節目 你都一定會看到她穿上個褲子 蓋起來 對 然後所以她這個症狀 她拖了很久的原因是因為 她覺得她以前年輕的時候 她都可以去做 阿信就是她很能忍 刻苦耐勞 對 然後她也是覺得 年輕多做一點 然後她就沒想這麼多 可是她一直到她前兩三年 她才退休 然後她才發現說 其實她的肌脈曲張很嚴重之外 她的膝蓋 她去年也開始疼痛 就有點退化了 對 然後… 然後我以前開餐廳的時候 我幾乎最常就是幫她貼的 背的那個藥布跟抹藥膏 對 我都持續幫她抹 然後幫她貼 好心疼喔 然後是因為她以前 就是我們家是做什麼 水餃牛肉麵的嘛 然後所以她會搬那些肉 打那些餡 其實吃她都會幫忙 然後所以她因為長期這樣做 這樣的動作 讓她的脊椎側彎 然後她都沒有去… 治療什麼的 她都覺得我貼藥布 舒宏 你趕快幫我貼藥布 這樣沒辦法 然後結果她前幾年才發現 她脊椎側彎的那個部分 長骨刺 這個靜脈曲張 要看有沒有 通常我們是這樣子 她因為她分等級 也真的最 我們分1到6級 到通常那個5 6級的之後 她在那個足部的護理 如果又合併 你剛才講說糖尿病那些 她那個腳開始形成了潰瘍之後 那就真的就拍出力了 這個退化性關節炎 真的好多長輩都有喔 年輕的 說實在話 就會開始腫 緊緊的 然後你用不了力 不舒服 然後又開始買奇怪的保養品 保健食品在那邊亂吃 就像剛剛憲哥講的 下盤有多重要 當你的這個膝關節 你因為疼痛你就不想動 你越不動 你的肌肉就開始會 退化 萎縮 就變肌少症了 然後你生活又不方便 說實在話 你膝蓋不去治療 你也沒辦法自己照顧自己 那小朋友其實也是很欣賦 劉媽媽現在這個有改善了嗎 有…我有一個優點 就很聽醫生的話 好… 對…她說什麼就照著做 對…她說什麼就照著做 沒有 我跟你講 她不是聽醫生的話 我也是帶她回診 是因為她腳的膝蓋 還有我爸腳的膝蓋 也是這幾年 其實慢慢變嚴重了 對 他們腳的膝蓋 可以拖一個多餘都還在痛 然後我有一次很受不了 我就想說來 我打醫生給 不是 你打醫生… 對 媽媽看 不是… 哪一些六個巴掌 不是 我打電話給 就是家裡面的親戚去問說 哪一些醫院的骨科醫生 是有名的 對 然後他們就講了 幾個… 對…幾個 然後我那一天 我就決定一大早就開車去 載他們去看醫生 結果你知道他們在整天在幹嘛嗎 在幹嘛 都不講症狀 醫生 你有想吃水餃嗎 我跟你講 我最近跟我老公有研發 那個牛肉水餃 還推上 然後還互相 對 然後互相加LINE 然後還互相說 醫生 你有粉專嗎 我要追蹤 你兒子是名 他們在半個小時裡面都在聊天 醫生說你這個膝蓋的話 你可能要開刀 就是叫微創手術你知道嗎 就是膝蓋就打這兩個洞這樣子 都講好了 安排時間要開刀 我隔了一個禮拜 我媽就在我們家族的群組講說 你爸爸那個症狀也好一點 他們都會這樣子 對 就是害怕 然後不懂 解凍器 對 然後你上次自費買的那個鈣片 你爸爸膝蓋也好一點 而且你又幫他買那個 德國的那護膝 好像你爸現在 他比較不會痛了 真的都這樣子很生氣耶 對 就一直這樣子拖 解凍器 所以我超生氣的 就是說我陪你們去看醫生 你們當下都說好 回到家又改變了心意 對 然後問題就越來越嚴重 我們套一句那個 專業的角度來講 這個叫什麼 高齡者的病識感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是不是說得很好 對 你好強的確是 病識感 對 我跟你講 你這個小病真的不能拖 大病就是不能躲 其實這件事情真的 我們在臨床上很常碰到 我都覺得 其實雙方立場都是對的 如果爸媽屬於這一型的 我覺得第一個 像剛剛講的 抱歉 畢俗 不太敢問的 想辦法邀請他來健康檢查 我們有些患者的家屬很可愛 他都說不用費的啦 政府給錢的 然後 對 這個是送的 送的啦 或是立場怎麼樣…辦活動啦 很多那個健保藥 就很多像騎媽這種消燙的 對啊 免費就幫你拿 對… 不用… 他會生氣說怎麼沒有胃藥 怎麼沒有多給胃藥 他路過那個捐血的 對 他會進去說 他以前看喪聲這樣 現在有沒有巧克力盤之類的 媽媽還會小問題拖成大 自己斷藥 就是做那個餐廳 其實他最常就是別尿 所以他以前做餐廳 他這樣一憋尿 其實他就是很容易會膀胱炎 跟那個尿道炎熟 媽媽 兒子孝不孝順 孝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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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貼心… 這樣就值得了啦 對… 要不然你看爸爸媽媽就是為了 我們在這裡做生意 要一直站著還要憋尿 忍痛這個靜脈曲張 點點滴滴這個職業病 我們上一代真的太偉大了 其實他的包包裡面有很多吸藥 就假裝說他今天餐廳很繁忙 然後很緊張 然後客人很多 然後他就覺得好像 又有點不太舒服了 對 然後他就會去拿一顆藥來吃 或者是其實他就是 我們家裡面的醫生跟那個藥劑師 我假裝說我今天吃完飯 然後我也脹脹的就覺得 媽 我胃好像不太舒服 他說媽媽上個禮拜去看醫生 有自備一個胃藥非常有效 盡可能不要吃 醫生開的… 對 醫生開的 對 醫生開給別人的 他醫生不是 他是幫你診斷完之後 才開處方給你啊 對 你拿來當作通識客 每一個東西 像零食一樣 大樂器 這樣不可以啊 對不對 不過你這個還比媽媽媽那個 好一點 媽媽還去採草藥耶 藥草都可以了 媽媽這個不要… 然後我們身體的痛 是一種警訊 不是你吃了止痛的就OK 對… 它是要你休息 還是要根治 對 還是要你去面對 解決問題 對 很重要嘛 對 不要讓我們那麼心疼 大家在照顧爸媽上 用一些小方法 我們可以定期的 知道他們身體出了哪些狀況 如果有一些特別的事情 你想要特別跟醫生講 我都說先遞小紙條 我們會幫你達成目標 針對這些特殊的狀況 我們可以跟長輩花一點時間 跟衛教 有的時候你真的需要第三者 在親子中間 幫忙做一個 橋樑 我們患者都說 鄭醫師你要跟他講什麼 他看到穿白袍的人講話 他都信 我講的他都不信 我說好…我知道 我覺得善用醫護人員 我們真的都沒有要 故意讓大家受傷 也沒有故意要拿棉籤 在那邊弄傷口 都是醫療之需 很重要 醫療之必要 我們也很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 好好的幫我們長輩的身體照顧好 謝謝鄭醫師 送一些糧藥給大家 好 好不好